Hello 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带来的是一双 应该说有很久很久拖了很久的一个视频 然后这是一双来自阿里达斯的非常特殊的一个限量款的球鞋 这双球鞋咱们在应该有四个月之前拍过这双鞋子的开箱的视频 但是一直拖着没有拍这个鞋子时针之后感受这样的视频 所以说咱们今天终于有机会来说一说这双鞋子时针之后的感受 咱们也是简单的讲一讲 因为毕竟也有距离时针也快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所以说凭借着我非常浅薄的印象来说一说这双鞋子时针之后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来讲这是一双限量款的球鞋 这个鞋子是当时的一个融合或者说杂合体 这个叫做Pride Cock X这样的一个球鞋 这个球鞋一个特点就是它用的是X的大底碳纤维 对不对FG的大底 面料上整个用的是Copasense.1的面料 鞋子的前半部分用的是袋鼠皮 就这么一丁点 后面用的是织物或者说是尼龙布这样的材料 鞋子上面的这些颗粒用的是当时的猎鹰21 也就是Freak那一带上面的橡胶的摩擦颗粒 所以说整个是杂揉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球鞋 这个球鞋因为说实话长得也不是很好看 并且做起来肯定也是有点奇怪 所以说卖的并不是特别好 然后价格也就不是特别的高 这双鞋子实战之后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首先先来说一下鞋子的大底 这个大底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 当时是X的Ghosted 也就是20那一代2020年8月左右 推出的一个碳纤维的大底 然后鞋子的大底用的鞋钉全部是这种半箭头钉 基本上是刀钉的这样的设置 做出来的这样的球鞋的大底 在人造草坪上的踢的感觉 会觉得稍微的有点卡槽 因为这个鞋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余的 这种圆形的这样的形状 相比较于它后面的X的22来讲 会觉得稍微有点卡槽 但是对我来说我还能接受 鞋子的主要的大底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碳纤维 这个碳纤维保证了当你去登地的时候 或者说它的回弹会更澎湃一些 基本上是这样的感觉 接着说一下鞋子的面料 这个鞋子的面料具体的 我们可以看之前的开箱的视频 那咱们说的就是这个鞋子 踢着的时候的感觉 踢着的时候的感觉 因为鞋子的前半段用的是袋树皮 它这个袋树皮还比较特殊 这个袋树皮就前半段 这么一小点的柔化的这种工艺 或者说它的质量 要比普通的COPASANCE.1或者COPASANCE加要好得多 就更加的柔软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后延续的 都是偏硬一些的这种尼龙布或者网布的这样的材料 上面再加上热龙膜 所以说后半段又显得非常的硬 在踢球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后半段在我踢着的时候拉紧鞋带 我会觉得后面很紧绷 就是很传统的独立鞋舌 拉紧之后 给我的感觉两边贴合也都还好 然后也比较夹脚 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但是到了前掌的时候 又会给我感觉比较宽松 这个鞋子的袋树皮下面是没有海绵的电层的 所以说你也看到了球鞋上面的空间也比较大 所以说穿着的时候感觉鞋头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空 然后遭我登地或者去急停的时候 又会感觉前面脚指甲顶到前面了 然后又再来会晃 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 整个的紧绷感又还存在 所以说鞋子的前后两段给我的感觉 就是有点不太融合 不太和谐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鞋子的领口这一部分 我要说的就是鞋子的领口因为是独立鞋舌 我会感觉在我踢着的时候会感觉两边有裂开的情况 这个是我觉得不太好的一点 穿着的感觉后跟会比较松 对我来说鞋子倒是不掉后跟 但是领口这个地方比较松 后跟的包裹也是比较松的 我觉得不是很好 鞋子的鞋舌这一部分 当你穿着的时候 鞋子的鞋舌这一部分区域会拉开的比较宽 所以说鞋舌暴露的会比较多一点 也是没有办法逃离独立鞋舌两边没有缝合的这样的情况 它就会有独立鞋舌跑偏的这种情况 在脚的内侧这个地方 你的袜子就会露出来 所以说这个是很传统的独立鞋舌的配置 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换到一体的primate那样的织物的话 鞋子应该会说表现会更好一些 鞋子的这个上面的颗粒 这个颗粒对我来说 我是很喜欢当时猎鹰21 它上面的这些橡胶颗粒的 我觉得覆盖的面积很大 然后摩擦基本上都保持一致 基本上它的耐用性也还能够保证 所以说我觉得我很喜欢 但是也有人不喜欢了 这个就是各花入各眼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上面的颗粒倒是不错 但是影响了前面的袋鼠皮的触感 这个袋鼠皮做的很好 这一小块 只有这么一小块袋鼠皮做的比较软 然后手感也很好 但是问题就是上面覆盖了这样的橡胶颗粒之后 整个导致这个鞋子的触感 基本上是没有太明显的 这种袋鼠皮那种非常优越的 非常细腻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说杂交起来之后 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好吧 我并没有说感觉到 这个鞋好上加好 对不对 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这双鞋能穿 但是这个有点不太和谐 这个鞋子的后跟用的是 算是改良版的Copasense.1的后跟 就是怎么说 最开始Copasense这个鞋子出来的时候 后跟里面的这几块泡棉上面 它会覆盖着像外面这样的热绒膜 但是非常的磨脚 因为里面它加了热绒膜的话 就会很硬 对不对 所以说后去的改良的话 它把上面的热绒膜去掉了 这个鞋子我穿着的时候 在实战的时候 倒是没有磨后跟的情况 但是也是感觉到 后跟整个的包裹感不是很好 然后外面的罩杯又很硬 所以说就感觉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这个鞋子的后跟上面 它的加强 首先用的是和大体一体化的外置的罩杯 然后里面它又有着一个塑料的罩杯去做加强 所以说后跟整体来讲是比较硬的 穿起来的感觉 保护性倒是不错 但是会觉得有些生硬 我觉得有一些小问题 整个鞋子来讲 穿起来的感觉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 对我来说这个鞋就是一个实验品 非常有实验性质的一个球鞋 它在当时把当时21年的那些鞋子融合在一起 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那种就是那样的效果 只能说这是1加1加1大概等于2或者等于2.5这个样子 我没觉得说它把每一个鞋子的优点拿到一起之后 做出来一个很突出的这样的球鞋 这个鞋子实战的话 我觉得是也可以实战的 毕竟这个Copasense的.1的面料的基础 再加上这个X的大底 都是应该说实战的性能都算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说就是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你又特别喜欢这样的这种非常实验性质的球鞋 是可以去购买的 我觉得也算是不错 但是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小毛病 你要去注意一下这个病可能比较难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接受的话 我觉得你会比较喜欢这双鞋 这双鞋子的发力的话 我觉得也还算是不错的 毕竟这个鞋子在你的大脚趾根部这个地方 加了一块泡棉 我穿起来我也感觉不到泡棉到底是起什么作用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鞋子是个好鞋子 但是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选择的话 我也建议你买其他的选择 就像是现在新的那些X COPPA还有猎鹰 他们单独买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鞋子如果说你有情怀的话 是可以购买的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基本上就是这些大概的说一下 这双鞋子实战之后的感受 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长按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 有人对这个鞋子比较感兴趣的话 欢迎把本期视频 还有之前的开箱的视频 分享给他作为一个参考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静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